上周五港股服市的第一段跌得太快,幸好极速回稳,走势重新编号,不过,股份两极化的情况予益严重,牛熊并存之下,很难触摸市场的风险位纳,所以最好还是依照原定计划,趁高稍微减持,特别是市场指数产品,降低组合的杠杆,操作上才有足够弹性。 否则市况忽然逆转的话,届时变为有被动地缘途斩仓,投资最简单有效的方法,一定是烤机会买优质资产,经过这一年间一跌一弹之后,有批股票远远早过指数破顶,进一步强化者的概念,股票于是更加两极化,应对的方法,并非降低标准追落后,而是保留一个核心持仓,死守强股博强者欲强变算, 组合另一部分则跟随时放变化短炒,过过心忍,也希望争取到利润,减低助货的压力,近两日的调整中,强势板块几乎民风不动,甚至早早逆市上升,证明市场指数的影响力正逐渐下降。 职业投资者的应战态度,没有受到指数即时的上落所左右,以自己为例,是看淡欧洲市场指数。 近期主力买入的股票,偏偏是欧洲的奢侈品股。 相关的市场指数产品,反而是更加有效率的对冲工具。一般小投资者,其实无谓太关心恒指的水平。恒指同样是28,000,但和半年前相比。 大部分股票都已经面目全非。既有率先破顶,也有一沉不起。 减中股票才是重点,要记住流动互联网兴起的经验,是小数据企略夺大部分公司的生计。 5G年代肯定一样,现实是残酷,却将会在股市提供难得机遇。 看指数恐怕会是租撻的最普遍理由。